台南市长黄伟哲和网红一起开直播卖芒果 网友留言纷纷离题 为什么台南要开放内用 台南会不会心脏太大科 时间回到7月9号 黄伟哲是这么说的 让我们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小吃摊还有这个餐厅 能够稍微透一个气 要不然快窒息了 因应为解封做法 网友似乎不太灵情 来到黄伟哲粉砖 朋友留言区同样针对 是否开放内用打笔战 有人直言支持开放内用 台南商家的命也是命 也有网友狂酸 全台湾就台南最大胆 反对声浪似乎还是大于赞成 配合微解封开放内用 有没有可能因为民意急转弯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 要再开会研商 找出最好因应处理办法 等一下收集到用了 准备迎接微解封 台南大东夜市摊商 大排长龙加速进行快篩 确保摊商在进场做生意时 健康没有问题 再配合智慧防疫系统 随时提醒逛街民众要戴口罩 但全台六都中 只有台南决定 餐厅夜市能有条件内用 摊商怎么看 台南市政府宣布夜市及餐厅只要遵循防疫标准开放内用 夜市内却有摊商不太领情 怎么做比较好让全台六都唯一有条件开放内用的直辖市台南 恐怕得再研议评估 三地区文网上有用一文台南报道